跨疗还有放疗 手术 破散的话我们不要把治疗 最新还要做一个免疫治疗 如果没有转移 这个身体好了 心脏可以了 肺功能很好了 就可以帮你开刀 如果东西这个癌转移其他地方 大的手术拿出来没有什么作用的 24年曾开刀之后 这伤口很大的 很痛的方便 但是现在传播维创组组 这伤口很小 一公分两三个公分 IS-8可以拿出来 所以要病人在医院 两天三天就可以回家 很多病人再过一两个礼拜 就可以做工了 这个疾病人可以 我可以看得很清楚 有传度是3D 我觉得开刀之后干净很多 另外手术我觉得做得坏一点 流血感染 感染全部都很小的 是一个口服药物 不需要组医人 就是每天定时吃药 而且一般是一粒的药 一粒就可以了 不为脱头发 也不为减低的免疫功能 最常见的服装 可能最错是皮肤出点症 还是有一点点拉肚子 胃不舒服 有些也会可能血也会增加 但是这个大部分都能受控制 而且是慢慢一个月以后 这个症状都会减少 很多病人 人家根本不知道他有病 特别是亚裕的人 那个存互很高 而且我们现在这个 拔症治疗已经有第四代了 从以前头一两代 去脑这个功效没这么好 但是第三代开始 这个药能穿过去的脑 所以脑这个转移的细胞 然后受控制 长时间用这个药以后 还有这个基因维带再有变化 要转用这个第四代的 病白药虽然是非常有功效 但是还是有一部分人 就是三年五年之后 可能有抗药性 虽然我们有一个新的 病白药在研究阶段 但是很多病人 我们现在要转在用这个 我们叫做免疫疗法 免疫药要挂瓶的 免疫的 大概三个星期到四个星期做一次 它这个功效 就是很神奇的 就是它也不需要担心脱头发 没有这个检疫这个免疫 因为是它靠身体的免疫细胞 去对抗这个癌细胞 免疫疗法 然后第一代第二代 这样都在不停地在研究新的 功效更加强 负准增更加小 现在营救了很多新的药 两三礼拜有的新的药出来 所以要再过两三年以后 不知道有其他什么缘件出来 所以我觉得对病人说 一定要有其他很好希望的 也能够有其他人 就能够有其他人 就能够有其他人 在这一年以后